哈啰 大家好 我是Guma-san 今天这一期我要聊的动画是 《坠落的魔兽史开始的剪垃圾之理》 以下简称《坠落魔兽史》 一开始我原本是对该动画没有任何兴趣的 因为我看了标题名字有什么坠落和最强之类的字眼 我就感觉到有一股累累的感觉 要不是我看见有一些观众介绍给我看这么动画 说到真的我是完全不想看的 之后我就追了《坠落的魔兽史》 一口气从第一话追到了第一十话了 妈 哦不 我并没有一口气追到第一十话 而是我追到第二话后就有气坑一阵子等几个CCO 才运势给我追到最新进度 我会气坑不是因为什么其他外来因素 而是这部动画前面了话的故事真的很有问题 有问题到你会满头问号很不想追下去的那种 但是我就心里想说 靠 我被关注喂死了 是当季度来到第三话后呢 这部动画的观看体验又变成长许多了 然后越看越有趣啊 那为什么我会对《坠落魔兽史》 有这种很极端化的观看体验呢 在谈录这个话题之前 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坠落魔兽史》到底是讲述了什么故事 本作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剑与魔法》的幻想事件 这个世界的人类呢 天生就有神明赤鱼的技能 例如工匠技能啊 裁缝技能啊之类的 而这些技能也是有分星星等级 但也因为技能有分等级的关系 所以大多数第一星的人呢 都会被一些高星的人鄙视 如果比一星更低也就是无星的话 那这个无星的人呢就会被视为灾难 而本作的女主角艾薇 就是那位被别人视为灾难的无星魔兽史 在这之前艾薇她原本是在一个看似和平又相亲家爱的家庭生活 艾薇希望自己未来得到的技能是魔兽史 这样她就可以和魔物做朋友然后一起玩啦 嗯 想一则思想真是天真无邪啊 哦对了忘记提起大家 这个时候女主角的名字还不叫艾薇 那为了节目方便 而且她的真名呢 在目前多话里也没有提过几次 貌似也不是很重要啦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直接称呼她为艾薇吧 后来艾薇和家人来到类似教堂的地方 测试自己是什么技能以及等级 好消息是正如艾薇所愿 她真的得到了魔兽史这个技能 不然消息是她是无星 所以艾薇就被家人赶走啦 然后离开村庄 好在有一位非常好心的张卜斯照顾艾薇 并加了她一些就算只有她一个的生活 都可以生存下去的知识 可是三年后这位照顾艾薇的张卜斯就病逝啦 然后村长也把张卜斯的死叫过给艾薇 说成是因为她的诅咒才被拉张卜斯领便当的 所以村民们就决定追杀艾薇 她就一个人过程一边逃纳一边解垃圾的生活 因为她为了活下去 她决定把头发给剪短 然后抓换成是蚂蚁子的样子并改变叫艾薇 所以在礼途中呢遇到了一只稀有的史莱姆 这只史莱姆呢没有正式的名字 相关资料也是非常的少 只知道她是很弱的史莱姆而已 就是你随便稍微用力一点点碰她 都有可能会弄死她的那一种啦 大可能是艾薇和这只史莱姆的处境一样 一人一怪之间产生了共鸣感 所以艾薇就决定通过魔术史的技能 收服了坠落史莱姆 并为她取名叫小空 就这样艾薇和小空一起礼集去各地城市 与更多人相遇的冒险故事就此展开 以上就是坠落魔术史的故事大概啦 我相信没看过该番的观众听到这里 应该会心想说 诶?这么烦的前期不是不错啊 完全看不出有什么难受的地方啊 而有看过该番的观众听到这里 肯定会吐槽我说 喂!过马上!你刚刚的故事介绍 没有提到女主角还有一个前世纪啊 对!你们没有听错 女主角是有前世纪的 不只是有前世纪而已 就连前世的人格都还有保留啊 所以在剧中呢 你们会看些艾薇时不时会自言自理和前世对话 然后我是故意在刚才的故事介绍 不提这个设定的 就是为了要单独吐槽前世这个设定 这个设定呢 就是让我一度气发的原因之一 对!是原因之一 因为还有利亚东西让罪落魔术使前面两半的故事难以入坑 那就是动画座主版原作的前期故事调换啦 严重影响到本作的观看体验 首先我刚刚的故事介绍呢 并不是跟着动画版的故事数据介绍的 我是跟着原作小说版和改变冒版的故事数据介绍本作的故事 因为动画把前面两半的故事去述真的很糟糕 故事刚开始什么都没有解释 被自己设定也是一字未提的开头下 刚开始的故事就是看女主角自言自言 一直跟所谓的前世讲话 我刚开始看开头剧情的时候呢 我整个人码头问号心里想说 我到底看了什么鬼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导演已经预设 观众们早就已经知道这会发的设定是什么啦 不需要去解释的啦 然后就直接安排女主角说了 一大堆我们什么都不懂的设定 并自言自言一直和前世讲话 明明原作和改变冒版的故事数据都已经讲得很好啦 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做什么更动啦 为什么你还要把原本一开始 好好的剧情安排到第三话 然后前面两话就以到处的剧情去推进故事呢 我不明白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哦 因为原作一开始的剧情它过黑暗啦 我们怕现在的观众受不了气坑啦 所以我们就决定改变前期故事的顺序啦 如果动画作主真的是这样想的话 我告诉你们啦 这个动画作主简直就是侮辱人类啊 你以为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因为看了一部动画 而被杀到玻璃心的阿瓜吗 哈 如果你改变得很好的话 我觉得不用紧啦 因为我不是什么原作党 我只是想要有一个很舒服又顺畅的观看体验而已 但问题是你改了后反而变得更糟糕了好吗 再加上它是把原作或者是改变帽 把前期稍微厚一点的故事 放在地画和第二画 所以当我看见女主角和前世搅换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很奇怪啦 毕竟地画我们连女主角的背景是什么都不太懂啦 更加是那个什么都没有解释的前世 而且我也不得不吐槽啊 一直看女主角自言自语会有一股很莫名的尴尬感 虽然说女主角对前世搅换的行为呢 用逻辑视角来看的话是很合理的 因为初期故事除了 以及她的死魔史莱姆小空以外呢 其实她身边就没有其他的人啦 所以女主角她在外面自言自语呢 是没有什么毛病的 到问题就是 初期故事女主角表现出这种行为真的太多次啦 而且不只是故事初期哦 最后是后来她在人前人后 只要前世和艾薇对话 那她就会很不自觉的搭察和前世对话 别人就一连码头问她问她 诶你刚刚说了什么 我自己看到这个餐景呢 也是有一点 呃算了我还是不要再吐槽她啦 也因为前面两话奇葩的故事叙述关系 所以我就气翻啦 当时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啊 只有我看了一下香瓜路她才发现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啦 也有不少人吐槽前面两话的故事 甚至我也有看见 有瓦名因为女主角刚开始一直自言自语 弄到她受不了就不看啦之类的留言 但我还是看见有人说 坠落魔术使越来越好看的香瓜评价啦 然后我就心想说 会不会多话不放到第三话就突然变好看了呢 必须沙发定律嘛 后来我就看了第三话 然后一口气追到了第十话 我对这部分的评价呢 就突然180度转变啦 觉得坠落魔术使蛮好看的啊 首先第三话开始是解释了女主角艾薇的过去 以及她被父母亲赶走的来龙去脉 看了第三话后会突然同情起女主角 并且想要继续关注她后面的剧情发展 这也使得我后来非常喜欢女主角的人物刻画 原作者并不是直接把女主角设计成脱胎旺骨 做什么事情都非常乐观的小妹妹 而是她会慢慢的去刻画艾薇对于别人的恐惧以及信任 美大尼主角走到新的城市或者城镇 都是带着口罩的心去接触里面的人 除了是因为她多年以来只和桑普斯两人相处 没有接触了的人以外呢 另一方面是当她以前被父亲和出名追上的耐克开始 她就已经害怕与人相处 并且要害怕别人会认得她把她给抓起来 甚至她也为自己是无心等级的魔术使感到自卑 所以当她和一群很好人的冒险家一起生活时 她都会不休息的把他们煮饭洗碗 就知道别人要叫她休息她也不要 就是因为她害怕自己起不了作用怕对方抛弃她 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从开头追到这一段剧情的话 我相信你们的想法应该和我都差不多一样 都是报纸正同情艾薇的心态去看这一幕 并以为对后来艾薇的成长 她找到新的朋友以及对他人开始信任感到开心 说直接点就是这舞发根本就是看女儿长大 如果你是因为喜欢看主角一步一步慢慢长大 并且也很喜欢看主角的内心了解的话 那罪落魔术使在这一方面真的是做得很好 当然故事上不是100%很好啦 她还是有存在一些比较看起来很粗细的剧情 例如最近这几话艾薇协助逮捕犯罪金堂那段剧情 我是觉得有一点太过特意向观众展示 前世到底是有多么的厉害啦 但那个粗细感也就还好而已啦 毕竟与再大等级的前面两话相比 我刚刚提到的问题只不过是小儿科等级啦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吐槽啦 故事总结就是艾薇非常可爱 如果你是对艾薇的人物车长感兴趣的话 那我相信你们一定也会觉得这么动画有趣的 好以上就是我对坠落的魔术史开始的剪垃圾之脸的光厚感啦 走来说就是这么发是好看的 故事题材不错 女主角又可爱 人物刻画又细腻 说真的作为一部看女人类型的动画呢 坠落魔术史绝对是值得一看的 然而就是这么一部值得一看的动画呢 它的前面两话真的很难啃下去啊 重点是这两话的剧情并不是原作的问题 而是动画座的主自己把先后数据改掉 你倒数的发誓去讲前面的故事才会造成的反效果 我是不知道这种改动呢 是不是有经过原作者的同意啦 但无论有没有经过同意 我只知道眼前有一个事实 那就是前面两话的故事真的是害了一部 原本评价还跌在更好的两作 虽然说我是气功后又过多几个月才追委去 看起来结果是OK啦 但我相信气发后 接着之后再无关注的状况呢 肯定是比我个人的案例更多的 所以对坠落魔术史这种改变方式呢 我只能说可惜呀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大家对本期节目有什么看法 以及你们有什么动画侠介绍给我看 或者希望我制作影片聊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去分享你们的看法 结果如果你们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按个赞给我的频道 打开下一个大支持我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 拜拜